我刚刚讲我是一个理工男 所以我完全没有美术的基础 那所以我在当老师的这几年 我唯一的短板唯一的痛点就是什么 简报都是字 没有图 因为我画图很丑 我也很难找到那个没有版权 没有版权问题的图 所以我以前的简报就全部都是字 我做的东西就没有美感 但是三年前我接触到Canva之后 我的短板就补齐了 突然我就觉得人生圆满 真的有这种感觉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做看这些东西 好那马上各位先浏览器打开 直接输入Canva 输入之后呢请你去上面注册 注册 那注册的时候 我好像给各位 注册的时候呢 请你用学校的 HLC.edu.tw那个账号 电子邮件去注册 好那学校里面有没有人已经有账号的 有 好那你们有加入那个学校群组吗 没有 好等一下呢你进去 请你加入学校的群组 那第一个加的会变成管理员 所以其他人都要问你 如果 如果你等一下没有加 因为他的那个政策有点改变 以前是用 用那个edu.tw的电子邮件 注册之后马上就可以得到权限 以前是这样 那现在要 要几件事 第一个你注册完之后 要 经过那个学校管理人的同意 然后第二个呢 要上传你的教师证 所以他会需要比较慢 要几天 几天的时间 所以待会如果你没有教师权限的 你要用我分享给你的账号 所以待会你要来这边打你的电子邮件 所以你先登录你的 你先注册你的 注册的时候你要把身份写成教师 他有问你什么问题 你都要回答完 这样才可以进去 已经有了就直接登录 已经有账号了就直接登录 那等一下如果你发现你的权限 不是那个最大的教师权限的话 那你就要按照我刚刚讲的 你要传教师证 你还要跟你们学校的那个 第一个成立那个学校的群组的 那一个同仁 你要申请加入嘛 他那边会收到通知 他要点同意 对 因为他政策改了 以前不用啊 最近不行啊 我以前登录的就可以 对啊 你以前登录就可以 但是这两个的差别会在 可不可以建立班级群组 那我们要怎么去设立一个学校名称 你去选那个加入群组 把你学校的名称打进去 他会出现你学校的话 如果已经有出现春日国小 那表示你们学校有人登录建立过 你就直接加入就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在下面有一个建立新 建立新的团队 我如果是旧的学校怎么办 那无所谓啦 我们只要那个权限 所以你再拿一个群组无所谓 你如果要加入新的学校 一样可以选那个学校去加 好 他如果有问你什么问题 你都要回答完 你不能跳掉 跳掉他就不会给你权限 好 那你登录进去之后呢 原则上 如果你已经是教师权限的 就几乎所有的功能都能用 如果你还不是教师权限的 待会有一些重要的好用的功能 你可能会先没办法使用 如果你一定要用的话 你就要来我这边先加入 我会开一个群组 你先暂时加入我的群组 你就一样可以使用全部的功能 所以你是不是教师群组的差别 就是在于第一个使用权限 比如说去背的 很好用的去背的那个功能 导师的权限才能用 非老师就用不了 除非去缴钱 第二个差别就是在你能不能开班级 那能不能开班级这一件事呢 如果你不能开班级 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他还是有邀请成员的办法 所以你还是可以自己弄一个群组 把成员丢进来 他们还是可以获得你的权限 还是可以用 第三个差别是 在Canva里面 所有的版权的问题 只要你没有盈利 没有拿去贪金 你的所有的使用权利都是合法 可以公播的 所以你可以把你用Canva做的东西 丢到网路上 随便开放人家看人家用 都不会违法 因为Canva有缴权给那些合作的厂商 那些设计师的网站啊 做那些图的人啊 生产那些音乐的人 他们有付费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把这些东西拿来盈利 比如说 我要卖咖啡了 我要把我刚做那张海报贴出去 这就是 就不行了 你就要去买那个Pro版 就要去付费就对了 就付费 那如果你要付费的时候你可以自己买 你也可以呢找一个Canva的团队 他们有买那个 就是团队版 那你就去加入他们团队 就会比较便宜 所以有这两种方式去付费 好那各位都进去了 他不是问你说要不要加入哪个学校吗 你就去 就打你们的学校名字去搜寻 有搜寻到就按加入 如果没有搜寻到就自己创建 也可以 所以像我找那个稻箱有没有 我发现五个稻箱国小 然后五个稻箱国小都是一人一人一人 这一个是86人 所以那个86人才是真正的稻箱 但是我加入那个86人 我要去问一下那个学校 到底哪一个人是管理员 因为他们会收到通知在右上角 有一个邱文胜想要加入你们团队 他要按同意 他按了同意之后 我才有开班级的功能 所以第一个加入的要当管理员 他有协作的功能 以前我们是会用那个比如说 jembo 让学生在远距的时候 或在班级合作学习的时候 可以跟你一起上同一个页面 在上面直接 一起画一起做一起打字什么的 他有这个功能 而且他的功能比jembo强很多 jembo大概十五六个人就会很卡顿 就上不去了 他到五十个人都没有 这个网路上是说两百个人好像也没问题 你们可以试试看 所以他有共作的功能 所以你也可以在做分组合作 或者是远距的时候 可以跟学生一起做讨论版来用